那么再来 当我们有了愿望之后 我们就必须要知道说 当我 定好我的目标之后 定好我的目标之后呢 再来我要去了解我的目标 了解我的目标 所以我们通常就会 比如说问老师啊 或者问前辈啊 问Google啊 问那个111求职网啊 或者现在比较流行的是问GPT 问Bean 问那个AI 就是我想要当一个电脑游戏设计师 我会需要哪些技能 所以你可以直接把你的Google叫出来 对不对 你可以直接把你的Google叫出来 我想成为一个游戏设计师 需要有哪些能力 然后呢 你就会看到很多网站 对不对 所以你就去稍微浏览一下网站 请你抓出几个重点 抓出四个到八个重点 那待会我们练习啦 所以各位老师抓出四个就好 好 那这是第一个方法啦 那第二个呢 你也可以用现在很流行的那个 AI 那如果老师们还不会用AI的话 其实你就是那个New Edge Edge浏览器就是微软的那个浏览器 然后在你装了新的浏览器之后 然后你在这个浏览器上面打New Bing 然后他可以进到那个New Bing的首页 好这个啊 好这个啊 New Bing 好这个啊 好那你只要进到New Bing的首页 然后你按立即聊天 然后你按立即聊天 他就会要你去申请一个微软的账号 好那如果你是笔电的本来就会有一个微软的账号 好因为安装Windows的时候就会有账号 好那你就直接登录就可以聊天了 好那他的用法是这样子 好当你装了New Edge之后 好你可以在在这个就是Edge浏览器 好这一个好这一个 Edge浏览器打开之后呢 他可能会到那个搜寻的网页 好我重新开给各位看 好打开之后 因为你有登录了 所以他会有你的账号 对不对 那这时候你可以在这边直接搜寻 好比如说 成为电脑游戏设计师要具备什么能力 好那他一样会用搜寻引擎去去寻找对不对 但是呢这里有一个聊天 根据ivway.com以及以下是可以成为游戏设计师的七个科系 那你也可以把滑鼠的滚轮往上滚 才能成为游戏设计工作者 只是如果有一些相关基础 毕业后找工作会比较容易 一游戏设计设计系 那这边问AI跟问Google比较不一样的是那个Bin 就是那个或者GPT 他会帮你整理的比较完整 而且可以追问 好那如果你是用Google你要自己去搜寻自己去统整 好但是这边呢他就帮你统整好了 好那么所以不管你是用自己Google的 或是问浏览器 好或是问AI 他都会跟你讲重点有哪几个 对不对 好重点有哪几个 那么就请老师 请老师去了解一下 你刚刚设定的那个目标 到底要汇哪些东西 然后好了之后呢 如果你找到之后 你稍微分析一下 稍微分析一下 然后你在这个主题 的旁边 你可以按TAB Tab那个按键 他会加一个 是要的小主题 好那你可以快点两下 就去把它输入进去 比如说 要会写程式 好那比如说 你刚刚又找到一个 好用TAB TAB是增加止节点 要会写剧情 好点点点点 那如果你是要直接在同一层增加 这时候按的是Enter Enter是增加同一层 那你如果停在这边按TAB 它是往下加一层 往下加一层 那按Enter是增加同一层的 好那请老师 至少找个四个 好 四个到八个 把它新增在旁边 变成 变成类似这样 好变成类似这样 就根据你的主题 你 你去搜寻 你去了解了之后 你找到几个最需要的能力 把它列在旁边 好麻烦老师 OK的请你输入3 在同一层增加